《冰壁天地》 接下来就会有两位升级爸妈 黎洛尔和陈敏芝加入担任特别嘉宾 4月5号开始 为停货但是不停学的小朋友 示范手工劳作和攀任 还有废物利用 不过洛尔对敏芝的美术天分 好像就很怀疑了 我以前小时候读书的时候 都很喜欢做手工劳作的 那时候我记得很多贴堂的 都很高分的 有人不识泰山 今天他们跟我说 华敏芝表演美术的时候 我认识陈敏芝 是不是我认识陈敏芝 不是吧,我认识他这么多年 很多东西你都不知道 你做劳作的吗 即是你说杨卓娜那些 你说做手工艺那些 我们知道的 是 他做手工艺 就连你平时不了解我 不是吧 你还说 手工易做 不过煮食要切又有火 始终有一定危险 但是黎洛尔就认为 小朋友要经过体验 才会学会新事物 如果跟小朋友煮食就难很多了 我曾经何时真的 企图辣过我儿子的 不会流疤那些 可能达到五十多六十度 估计到的 我儿子 其实小朋友 不,真的辣的 热一热 他知道辣辣 辣辣辣辣辣 以后都不敢辣 我的教育一定是让他试的 你不让他试 就跟他说危险 他们不会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